真奇怪,明明一開始有2019年 即是2019年香港人面對的抗爭 2020年香港人面對的疫情 沒有2019年,奇怪 OK,2016日星期四 星期四的GGLive五家新聞評論,我是Calvin 聲音畫面清楚清楚嗎? 如果OK的話就告訴我 跟大家打聲招呼,跟各位會員打聲招呼 會員呢,很快就有片看了 都代曼了,不太好意思 多謝各位會員的不離不離 我們希望能夠加強會員方面的影片 吸引到更多的朋友支持 令到我們的頻道繼續運作 所以就跟會員打聲招呼 Ming,Joey,Dude,G Chan等等 Dennis你好 SML在這裡 Sandra,Sandra,Sandra好像很久沒有說你的名字 你好 然後是Kenny,Rita,音音等等 日本人回港以感覺不同了 什麼日本人回港? 即是你由日本回香港嗎? 我好像說上個月有15萬香港人去日本 很瘋狂的 超厲害的 然後就很好笑 說一些話術 歐錦棠好像出個帖子 歐錦棠說什麼,以後不會再淺草 不用這樣 不過我又很理解 很矛盾 你是香港人,你想去日本 但是你又不想見到香港人 但是你又是香港人 我記得有個做法 就是你真的要避開大事大事 或者去一些不太... 你去旺的地方都沒辦法了 例如你去新宿 元宿 你去新宿 Donkey 你去新宿 那些百貨公司 或者你去大阪 吃蟹道樂 只要你一進去就見到香港人 想都不用想 所以之前有些朋友 比如北海道也是 小駿 怎會見不到香港人 除非你去一些... 九州就可能會好些 地方就大些 或者是有些朋友 現在喜歡去四國 廣道長旗 或者是西邊少少的地方 好了,繼續 曾在日本住 以為日本在... 曾經在日本住 就回去... 回到日本 再來香港旅遊 有什麼不同呢? 分享一下 我都... 現在... 現在就... 世界上很多地方都開放了 然後... 都很多朋友仔 譬如我這邊 就算過一過回香港 就回來 我都問他們 香港人又如何 都蠻好笑的 第一個反應就是 很多大陸人 真的這麼厲害 不過每天三萬個 是不是真的很多呢? 我都不知道 好,OK 那先說一下 我放這宗新聞放在第一位 因為呢 是開心得來 又沒有什麼公共性 哈哈 講來都開心點 那昨天呢 就講這個特首政策組 哇,昨天就講過了 就是... 將會預計每年應該有... 好像六千萬 六七千萬開支 那我當然很歡迎 是不是? 那... 就... 由... 黃元山做組長 黃元山這個都很厲害 就是... 本身做iBank的 是不是? 就是作為一個類似金融評論員 那樣 被他撈到... 撈到進去... 撈共 哇... 每個月撈到三十萬 啊 真是聰明 真是聰明 那... 就... 就將... 八個首長 八個首長的常額公務員職位 就會轉為非公務員職位 即是不是公務員 為什麼可以不是公務員呢? 其實不是公務員的是什麼呢? 即是... 內閣... 那... 他像是想搞內閣制 就是... 就領設三十九個非首長級的公務員 是的 那... 黃元山就變成了組長 那月薪呢 就... 十批東西呢 三十萬元生 唉... 碰了 那另外呢 就特首政策組呢 就會有九個成員的 那... 現在就招聘研究員 和助理研究員 月薪起身六批東西啊 助理研究員三批東西啊 嘩... 真是... 搞定了 搞定了 那現在九名成員 就是包括圓潔香港基金 現在還有圓潔香港基金的 研究員 許雅廷 還有孟宏 不是... 孟宏 孟宏就是紳士野智庫創辦人 是深圳市龍華區的政協委員 這麼有空來香港 也是中大社會學的博士 好了 看看有什麼昨天沒有說過 先 另外呢 政策組目標 每年維持三千萬的研究預算 嘩... 你做晶片啊 嘩... 不知道怎麼研究了 總之... 每年... 新金... 四十七人團隊 就開支七千五百萬 嘩...我又不太明白了 不太明白了 七千五百萬 哇... 一兩年就一億半了 真的... 好啊... 好啊... 非常好 好啊... 這個就是政府官員 立法會是怎樣呢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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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日... 一日... 一名議員 其實... 哪個議員都沒什麼所謂 那... 現在呢... 要鬥快搶薑了 那... 其中呢... 我是覺得... 應該會大熱能夠連任和繼續做議員呢 就是吳秋德啦 吳秋德這條... 這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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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好東西 那... 他又想到新事了 那... 爭什麼呢... 就說想將... 中國歷史呢... 就轉為... 高中的必修科 就是... 一定要讀中國歷史 喂... 你不要那麼暗咎啦 不是... 我覺得是這樣的 你讀中國歷史也可以的 你不要讀... 黨史咯 就是... 你不讀... 那是OK的 那也是合理的 因為... 黨史呢... 就是... 共產黨史 就不可以說是中華文明之一來的 他是... 他是令到中華文明完結的 他是令到文明完結的 那吳秋德就說了 中華文明是世界文明唯一 幾千年啊 沒有間斷的文明啊 相反啊... 西方歷史和文明啊 是虛擬的 那些什麼古希臘啊 古羅馬啊 是子虛烏有的神話 嘩... 真的很棒啊 所以呢... 各位朋友 你說... 為什麼我覺得捉拐是沒有意思呢? 他不是香港人嗎? 是嗎? 就是... 喂... 你竟然可以出這種人渣 沒有什麼意思的 而中國人裏面 喂...中國人裏面 可以有... 蛤? 就這個... 呃... 張展啊 是嗎? 劉曉波啊 所以... 沒有關係 就是... 什麼... 出生是真的沒有關係 出生的學歷真的沒有關係 一個人... 有沒有... 骨氣 有沒有良知這些東西呢?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怎麼彈伸出來的 我...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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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學歷啦... 跟背景啦... 是沒有關係的 屌你老母... 你說古希臘... 古羅馬... 子虛戶友... 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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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窩煉石彩... 補青天來看看 神經病 是嗎? 然後... 跟著呢... 就是... 呃... 自由黨的李振強呢 就有修正案 他說應該加入國家主席 習近平是七一重要講話 引領青少年深刻認識國家 和世界發展大勢 現在青少年就理解到 了解到世界大勢 就要反共 世界大勢就反共 哈哈... 那你想被青少年了解 那我也很歡迎 OK... 增強民族自豪感 和主人翁意識 都自豪的 你作為... 喂... 其實中國人 你知道中國人很厲害嗎? 中國人你現在被全世界 文明世界所唾棄 大家現在見到你就害怕 很害怕很討厭 是不是 處處反共處處去中化 真是自豪啊 大哥... 不容易的 他說要讓中國認識 包括共產黨發展史和盡情 喂...真的要 怎麼教呢? 其實是應該要認識的 我不知道觀眾有沒有中學生的觀眾 如果有我就很開心了 如果沒有呢 如果你是父母的 或者你是認識中學生的 其實你也有責任要告訴他們 當然你不要叫他問老師 老師啊 究竟共產黨怎麼拿到中國的... 呃... 因為這是歷史的選擇 什麼是歷史的選擇 歷史是誰的選擇 總之是歷人民哀呆 你怎麼說呢? 你怎麼去說 趁著日本親華 趁你蔣介石按鈎鈎 要聯俄容共 有什麼國共合作啊 丟臉就打勾你了 趁你不等 就搶了你的國家 多棒啊 搶完國家之後 大饑荒大躍進 整死幾千萬人 再文化大革命 鬥爛死了那些人 接著就改革開放 經濟好好了 這就是黨史 是不是 那麼 鄧小平就說 韜光養晦 充分利用 英國佬是按鈎的 就給你香港 讓你中國 讓你中國能夠接通全世界 美國佬又昂咎咎 又讓你進入世貿 你就要開放市場給他 他又不開放給你 他就偷握快片 把你的技術都拆掉 然後還要很便宜地生產你的產品 還要把你的公司堆倒回你的公司 啊 然後呢 誰知道去到 也算了 你的胡錦濤又扮了 很低調 直至上了集帝上來 哇 集帝上來終於中國人抬起頭來 就是了 周圍收購 周圍一帶一路 輸出債務 自己就用 好像很厲害 你零八里海嘯 東升西降 我中國人就發達了 中國人就厲害了 是不是 我們現在市場又是我最大 製造工場又是我最大 我要打壓就打壓 我要侵犯就侵犯 我要侵略就侵略 終於這個世界頂不了順利 哇 他還要幫俄羅斯 還要搞疫情出來 還要侵犯人權 那唯有打齊 這個就是共產黨史 是不是很純熟 只要我最愛國的 是不是 這些就是共產黨史 簡直是倒背如流 是不是 讀這些東西呢 當然不是 讀什麼呢 讀習近平很偉大 共產黨很偉大 這個是 共產黨是 中國唯一合法的政權 那怎麼選出來的呢 不知道怎麼選出來的 很簡單 誰不選他的 就殺了他 那你就選他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他是世界上最愛民主的國家 吳秋北德國就說 那些 古希臘 古羅馬 假的 偽屎來的 叫你一個 真的 給一個中共人 給一個 給一隻共狗 說你不懂歷史 你都不知道很生氣還是好笑 好笑 生氣就不太生氣了 一起來好笑 是不是 因為突然間 就是突然間 有一個人指著 李嘉誠說 你都不懂得賺錢 那李嘉誠也不知道 哎呦 那個鞋說得對 是不是 近代史 他說呢 近代史 都是戰爭的侵略的殖民掠奪 極端邪惡 這樣 那麼呢 陳勇就說 中市很有用的 很有趣的 例如你看電子遊戲 三角子 全世界啊 日本啊 青年啊 都不睡覺都玩 為什麼呢 吸引啊 三角子 現在電子遊戲的那些 就是根據三角演義的 三角演義 三角演義又不是歷史 三角演義是故事 三角演義和三角子都很大分別 如果你說你中市要讀三角演義 那我也覺得OK的 哈哈哈哈 這樣也沒所謂 是不是你覺得國外歷史 蔡若年呢 蔡若年是這樣的 前幾天就說回 這個教大事件都提及了蔡若年 蔡若年也挺有趣 就是他雖然是建制派 是不是 但是呢 他也有時候也頂不住這幫混蛋 他之前對於很多對於教育的 這幫外行人 管內行人 其實他很多事情都攔住 這個是客觀 客觀事實 OK 不是說他是好人 只不過他對於這個專業 似乎還有一點堅持 那麼他就對於這個意外 就有保留 當然是 中市 是一個必修科 我很贊成 但是你那些不是歷史 白痴 中華文明 中華文明關於共產黨 什麼事啊 大佬 中華文明有沒有殘體字 啊 中華文明呢 有些東西像的 中華文明裡面最卑劣的性格 偽善啊 虛偽啊 黨八股啊 你全部都有了 是不是 中華文明